这个女孩在杂物箱里居然找到了一个形状奇特的手环 不过好奇的女孩卡玛拉隔天还是将手环装进包里 带到了漫威秀的表演场上 在这儿不仅有各种妇联英雄的魔方者 而且主办方还要从魔方者中 评选出各主流英雄的佼佼者 然而当轮到旌旗队长组登场时 这个作为精队铁粉的卡玛拉发现 平时跟她不合的同学左翼居然也在其中 说完卡玛拉来到卫生间也换上了她的服装 随后她蹲下身拿出那个奇特手环 则想要把她给戴上 但还没弄明白该怎么佩戴的她 在情急之下于是便找到了同伴 想起帮忙研究一下 然而当女孩终于将手环打开 并把她戴到手上后 她的身体却被一股神秘力量给包裹了起来 此刻也轮到了女孩该登场的时候 然而当女孩来到台上后 看着台下让她有些悬悬的闪光灯 只见她刚一伸出手臂 她的眼前竟然出现了一片钻石团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超能力 女孩在慌乱中 还给一旁的蚁人魔形来了一击 就在台下的观众以为 这只是女孩的一场特效表演时 刚才那个被击中的蚁人魔形脑袋 却从上面掉了下去 可还没等着说完呢 后面一个大号的雷神之锤 就把琴弦给撞飞了 危机时刻 卡玛拉飞身蹦起 伸出一只钻石手臂 便将同学左翼给救了 然而经过此次事件后 获得了异能的卡玛拉 却被在海控制局给盯上了 而卡玛拉这边 此刻一时还无法完全驾驭超能力 天练后 女孩则开始了适应超能力的训练 没过多久 女孩在超能力的控制方面 就有了很大提升 而另一边 在海控制局也找到了被救女孩左翼 想要从他口中打定出卡玛拉的线索 但左翼由于根本没看清卡玛拉的样貌 所以这俩也没问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直到有一天 一个调皮男孩在自驾楼上 摆出危险动作自拍时 他却突然差点掉了下去 眼看着男孩就要坚持不住了 危机时刻 卡玛拉穿着他的战衣 就向男孩走了过去 卡玛拉健壮 于是他快速奔跑着 上前就是一发实体弓 可男孩刚把脚放到上面 他却脚下一滑 从上方掉了下去 但有惊无险 卡玛拉还是将男孩给截住了 然而当卡玛拉摆出一个pose 想让男孩下来时 他的手环突然一亮 眼前立马就出现了一个幻境女人 卡玛拉一受到惊吓 导致超能力失控 又让男孩坠了下去 幸好卡玛拉眼睛手快 最终让男孩受了点轻伤 掉到了一辆车上 此时有些不知所措的女孩 在听到下面人群中对他的质疑声后 还是带着自责离开了 可女孩刚一从楼顶下来 他就被一架无人机给锁定了 女孩见识不妙 于是只能转身撒腿就跑 面对着前后双臉矫激 只见女孩打下一架无人机 然后奔跑着越过阻拦他的众人 还是逃走呢 这时女孩的一个朋友也及时赶来 并让女孩上了车 但此刻女孩发现 车后面坐的人 竟然就是刚才那个幻境中的女人 那么有谁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是正是邪呢 我是白狼 我们下期再见